12月6號 對江澤民這是一個被追到的日子 對共產黨來講 結束了所謂的第三代核心 然後共產黨從第三代就過渡到了習家黨 據說習在內部放狠話 春節前要把白紙印度所有的策劃和參與者 一刻也不能放過 必須查清查明 他認為白紙運動事關黨國身亡的問題 知道現在抓多少人嗎全國 僅僅在這個白紙運動 現在全國已經抓了25000人 放出去的不算 問的不算 就拜關押狀態 所以昨天有人說美國人咋不出手啊 哎呀 在中國歷史上 對中國共產黨的政治 毛澤東打越南 鄧小平搞印度 北朝鮮戰爭 文化大革命 劉少奇被幹倒 抓四人幫 大腰筋沒有一件事美國才明白的 包括八九六四是不是上坦克 包括法輪功 當年對法輪功那麼狠 從來美國沒有判斷過 這次他一定也判斷不了 習近平發這個狠啊很厲害 他現在已經開始啟程囉 要啟程到沙特啦到芬爾蒙酒店到萬豪酒店最重要的咱也不希望人家聽見是吧 但是我還是要說據說習說等沙特之後再給西方點顏色看看 這句話我聽完以後 給我說話的這個人是原來檢察院的一哥們 他說七哥你知道我現在全家等著什麼 全家最擔心的是被強迫打疫苗 因為他們知道我們沒打疫苗 他說現在是完全不打疫苗了 要想辦法一打疫苗把你害死 可怕吧 謝謝大家